今早的80個股推介是IMAX China 簡選原因是逆後人民出行、娛樂等消費意欲提升 春節檔期為電影票房旺季 可以留意IMAX China 春節檔期是電影票房旺季 近4年內地春節電影累計票房平均大約112億 市場估計2023年春節電影票房有望接近100億 特邦證券指2023年春節檔期是疫情政策休化後的第一個大檔期 截至2023年1月7日 這個檔期定在春節檔期的影片合共有7部 包括流浪地球2、滿江紅、深海、無名等的影片關注度較高 預計2023年總票房預測平均97億、接近100億 就為內地電影行業復甦和春節檔期大動 預料會利好IMAX China的盈利表現 策略上IMAX China的股價星期二收報9.23 已經持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未有貨的可以等8.9級 目標先看10.3